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家境贫寒 还好吃懒做 每天吊儿郎当和一帮猪棚狗友 知酒闲逛 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懒汉 村里有女儿的父母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一日早晨 天还未亮 城府就给饿醒了 之后就再无睡意 因为不干活 城府已经连续两天没东西了 他一把把被子一蹬 坐了起来 看着家徒四壁的茅房开始愤愤不平 老天真是不公平 有的人生来富贵 钱财一辈子都花不完 而我却要为了一日三餐而烦恼 从不知问宝为何物 城府心想 他并不比别人笨 如果现在能给他一笔钱财做本钱 他定能够用钱生钱 成为芙蓉镇数一数二的护父 让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 想到这 他感到肚子更饿了 他立马下马 胡乱洗了一把脸 拿起渔网 踏着残月出门去了 一 天降横财 城府来到镇上最大的西江边上 走向自己的小船 把船绳解开 双手划船 缓缓地向河中央驶去 到了河中央 他开始撒网 捞鱼 第一网就出师不利 只捞上来几条小鱼 他有些丧气 第二网 收网时手感沉沉的 但捞上来的却是一堆枯树枝 第三次收网时 他照例感觉手感很沉 但捞上来的还是一堆枯树干 树叶 城府一面心里面骂娘 一面把垃圾从渔网里清理出来 他嘴上嘀咕 今天真是狗背的 捞上这么些 破烂玩意儿这三个字还没出口 城府就看见这枯树枝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箱子 这箱子外观精致 表面还刻着雕纹 用一把铜锁锁住 一看就知价值不菲 想到这 城府把船划到岸边 快速往家里赶去 到家以后 他警惕地把所有门窗都关起来 再把小箱子拿出来 他拿了一根铁丝 对着锁孔捣鼓一番 只听啪的一声 铜锁硬声开了 捡到盒子里东西的那一刻 城府受到了巨大的震惊 箱子里面不仅有金灿灿的金子 还有项链 镯子 等昂贵的首饰 目测价值有上万两 够他一事无忧过一辈子了 这些钱财到底是怎么来的 会不会有人遇害了而留下来的 随即 城府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芙蓉镇是个小镇 一直没有什么土匪强盗出现 所以这盒金子最大的可能 是过往的商人不小心掉到水里的 这样一想 城府的内心瞬间心安了不少 习从天降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他感觉自己的人生以后就要走向人生巅峰了 最后他立即把一定金子揣在了怀里 其余的小心的锁好 然后挖了个洞买好 之后他就奔向了镇上最好的客栈会仙楼 点了一桌子菜 每每保持了一顿 再到镇上的围衣阁 买了几身漂亮的衣服 把自己打扮得光鲜 再到集市上东逛西逛 一天下来 城府感觉这种不用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劳累的日子美妙极了 到了夜晚他回到家里 看见自家的毛屋土康 瞬间觉得与自己如今的身份不般配 心情不由不悦起来 第二天又马不停蹄的买了一间三进三出的宅子 过起了每一天睡到日上三干 一日三餐吃酒楼的逍遥生活 二 交友不慎 城府一系列的反常行为不仅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好奇 也引起了那些曾经一起吹过牛的懒汉朋友羡慕不已 全都争先恐后的来巴结他 一来想混一顿饱饭吃 二来也想从城府那里套话 问出他突然变得这么有钱的真相 城府笑着请往日的兄弟吃饭喝酒 但是涉及到他发财的原因却总是岔开话题或者笑而不语 一副天机不可泄露的样子 时间久了 问不出什么原因的众人 更对于他发财的原因好奇不已 私下里面议论纷纷 各种说法什么都有 这些懒汉朋友之中 有一个叫做刘二狗的朋友 此人有嘴滑舌 又懂得找乐子 深得城府的喜欢 城府每天闲望都喜欢带着他 在他的带领下 城府先学会去勾兰瓦斯找乐子 城府很快在一生生的公子歌中迷失了自己 整日流连于烟柳之地之中 那些捡来的银子很快就不见了小伴 看见日益变少的银子 城府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按照这种花银子的速度 他的钱总有花光的一天 得找一个法子让钱生钱才行 等赚钱贪何容易啊 城府不过是一个渔夫 一来他不会做生意 又怕亏本 二来他也不识字 不能考取功名 他又不想再过辛苦打鱼的日子了 所以他感到没有一样是和他做的 正在他为此愁白头的时候 刘二狗却找上门来 说要请他吃饭 城府觉得很诧异 因为往日从来都是他请刘二狗吃饭 这刘二狗从未主动请过一回自己吃饭 现在这几天不见 刘二狗倒变得阔绰起来了 难道他也在西江边上捡到钱了 带着疑惑 城府呢来到了灰心楼 他正想在大厅找个位置坐下 刘二狗就到了 立刻拉起城府走进了包厢 叫店小二上了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 并好爽地丢给了店小二一块银子 城府见刘二狗出手阔绰 心里疑虑更深 就过三旬 城府问出了自己的疑虑 刘二狗摇头晃脑地说 兄弟啊 你说我们整天只会闲逛 榴莲鱼勾兰瓦斯有什么意思啊 一会儿哥带你去一个地方 保证你日进斗金 不用多久就能做成这镇上的附货 城府心里面好奇 于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刘二夫走 两人走过巷子 七拐八拐后来到了一处坊间 里面空气浑浊 吆喝声不绝于耳 到处可见骰子 傻红眼的赌徒 城府心里了然 这是一个毒法 城府以前虽然喜欢闲逛 但从未去过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 他第一次来 只跟刘二狗玩上几把之后 便彻底迷上了 整天泡在这里面 不知黑天白夜 也不知多久 城府捡来的钱财 就全都输光了 连房子也拿去抵押了 三 被捕入狱 一天 城府呢 正在聚精会神的厮杀 牙医的不快 一把把他抓住 直接把他拉进了衙门 到了衙门 知仙大人沉声问道 城府 你可知罪 城府以为 是因为自己赌家而被抓 所以便放低姿态求饶 说大人 草民知错了 求大人念在我时出饭 从今发落 知仙大人一拍金堂木 大喊一声 放肆 你犯的是杀人越火的大罪 本官如何能饶得了你 听到这句话 城府瞬间蒙住了 着急地辩解 大人 我不过是去个毒法而已 怎么就成杀人了呀 我可什么都没做呀 你说你什么都没做 那你说说你这钱 是从哪来的 随后 知仙大人把事前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遇害者叫林沐生 是隔壁镇的珠宝商 于两个月前失踪 家人们早已报案 但一无所获 林沐生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 突然消失了一般 一点线索都没有 就在牙医以为这又成了一起 悬案之时 事情迎来了重大的转机 昨天夜里 城府和刘二狗喝酒 刘二狗酒后问起了城府钱财的来源 让城府交他两招 而喝醉的城府一时开心 就把自己如何捡到钱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刘二狗 事后 城府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但刘二狗 却把他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中了 身无分文的刘二狗 正为了银子发愁呢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河边碰运气 没成想 还真被他 发现了一个大的木头箱子 就在他惊喜地打开箱子时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壮着胆子打开一看 里面壮了一具尸体 被吓怕胆的刘二狗瞬间惊慌失措地就报了官了 知县通过刘二狗顺瞳摸瓜地找到了城府 又在渔民的举证两个支月前的一个早上 曾经在江边碰到了城府 当时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手里还提着一个木桶 急急忙忙地往家赶 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城府 而他就是杀害林木森的凶手 城府听完知县大人的话 吓得屁滚尿流 磕磕碰碰把他是如何捡到钱的过程说了一遍 但因为涉及到命案 再加上没有人能够证明他这钱是捡的 他的解释不但不能让人信服 反而是坐实了 他把珠宝上林木森的箱子偷走的事 旁边的民众在窃窃私语 还有人说曾经见过城府鬼鬼祟祟的去了河边 莫不是去处理尸体 随后 不夸还在城府家里搜出一个箱子 被林大神的家人一眼认出 那正是林大神外出使携带的箱子 人证物证俱在 直线直接判定 城府就是杀人劫财 因勤劫恶劣 三天后斩首 城府听到自己被斩首后大呼冤枉 他说自己是一个贪财的人 不假但绝对不会杀人 希望直线大人明察 但直线只想尽早结案 因为他即将要去外地上任了 不想临走前 牵扯出太多的麻烦 而验尸的武作 也在尽两日退休 不想惹太多的麻烦 只看了一眼死者 就给出了死者 是被杀害后 装进箱子的结论 为了让城府尽快认罪 直线大人 还喊普快 给他动了重刑 最后城府凹不过 不得不签字划压 四 命不该绝 城府临死前一天 恰巧新来的支线和武作提前到任 新任的支线是一个勤俭敬业的好官 他到任后就不停歇地开始工作 当他看到城府的案子时 发现了很多问题 他又和新来的武作讨论 两人都觉得案件存在了诸多疑点 因为城府虽然有杀害林大山的嫌疑 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他就是杀害林大山的凶手 为了不让真凶逍遥法外 新任的支线大人决定重审此案 命武作重新验尸 最后在林大山的锁骨处 发现了一处致命的刀伤 刀口深且平整 更像是武功高强的人所为 因为骨头坚硬 普通人即使用尽全力去看 刀口边缘不整齐 断不会像林大山身上的伤口那样平整 于是武作又找来了城府做了试验 最后证实 城府确实不是杀害林大山的凶手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案件 作案手法和杀害林大山的手法一样 经过捕快的不懈努力 最终把真凶给抓住了 凶手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全部承认 这样一来 城府也洗脱了冤屈 劫后余生的城府虽然开心 但他经过了毒打和捞狱之苦 身心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摧残 精气神也差了很多 从此他只要见到棺材 全身就不由自主地发抖 经过这次磨难后 城府对于财富有了新的看法 回顾他获得意外之财 到入狱成为阶下囚的短短几个月 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从一开始变得有钱 到后面因为不务正义染上恶习 钱从他手上过了一遍 又回到了原点 这时他才懂得 有时候突然变得有钱 并非是一件好事 有可能他会让人变得更坏 想到自己黄粮一梦般的富裕生活 城府更加感叹 平淡生活的可贵 后来他洗心革命 不再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了 而是脚踏实地地干活 成为了一位卖鱼的小贩 每天勤勤恳恳出摊 还靠自己的双手去了一个媳妇 两人过起了平淡幸福的日子 每当城府看见身边的人不务正义 想不劳而获的时候 他都会现身说法 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劝那些人好好干活 不要总想着天降横财 因为即便真的天降横财 他们的生活也未必会因此变得更好 还有可能因此或惹上大麻烦 这时总有人会开城府玩笑 说以前他才是做白日梦最厉害的人 没想到还能转了性子 居然愿意卖鱼干活 城府也不恼怒 而是细细笑着 意外横财虽诱人 但不如我每天卖鱼赚钱来的踏实 虽然辛苦 但每一份钱都问心无愧啊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